这一套叫做Mapify 那你一样用Google登录进来之后 他一样不要注册,用Google注册就可以 那进来之后,刚刚我们只能给主题 只能给主题,然后他就帮我们展开 好像如果要细度调整的话 比较麻烦,要打开他右边的小精灵 然后跟他对话 但是这边Mapify一进去 新制图的时候,他就出现这个视图 我可以跟他直接ShotGDP这样退台 所以我可以给他组题 我也可以给他我的资料文件 然后我还可以给PDF 哇,那我像我这种懒得读书的人 那个108课纲都会从头看到我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怎么办 就丢进来这里就好了 你谁还会去看这个东西 再来,如果你有长文 就是你可能从哪里的文章贴下来 或者学术论文 或是什么文章 他是电子版的 可以复制文字整个贴华也可以 然后甚至你可以整个网站 你给网址就好 然后还有YouTube 影片也可以帮你做总统 甚至连影片都不用看了 然后图片也可以帮你分析 音讯也可以 所以你后那个录音记录 他这边就直接帮你做东西 所以这么多类型的东西都可以放 我们先来做个影片 好看 好在影片这边 那我要接网址 那我就去 好那我就用刚刚的那个超速觉醒 超速觉醒 超速觉醒 然后你就会找到很多人 介绍的超速觉醒 这些YouTuber都很厉害 都会很快的把书读完 然后跟大家做分析 那不过有一个小条件 刚刚那个Mampi这边 他的影片如果有CC字幕 只是他影片有提供字幕 他才能够帮你做快速的分析 那如果没有的 他就没有办法做 像这个有字幕 这个没有字幕 这个没有字幕 所以这个贴过去 应该不能处网址 但这个有字幕 他也是介绍超速的 那我就点进去 这个网址 我不用看 我把复制贴起来 然后到这个Mapify这边 选YouTuber 然后贴上网址 Magic 神奇的魔法就产生了 你看 我找到Mampi 现在连影片都不用看了 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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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能够快速的 获得它的重点 我们刚刚有讲 我们刚刚有讲就是 像这种 因为现在的AI的发展 还没有到人的精致 层次的层次 那所以他栽出来的重点 大部分是字面上的 字面上的关键 所以他没有办法了解 你那个后者认识 心里的那一个层次 那所以这边栽出来的重点 所以我还是 有时候还是会 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 我还是会回去慢慢的看一下 当然可能会 就会变成1.5倍速快速 然后一边看 一边暂停 然后在哪里再摘药 再修盘一下 Mampi 我不知道它免费的COVA有什么 各位试一下 好吧 画面调整 调整各位 这一个 这一个因为实在太好用 所以前几天 就 就 就 干爹帮我付费 等一下 我就 全部做一点给你看 每一个功能都不得了 你看 所以我 我 买的那一天 我一个晚上 就生了二三一的心事 我就突然发现 我以前那么努力在干什么 不想你们闭关的内容 没想到人家一个网上 全部都生出来 虽然那个程式不太一样 但是 你就会觉得很可怕 好 所以你那个第二个作业也可以接这边的 不一定要接刚刚那个 这个 哇它上面好像有写 那个免费的是不是一天可以升三张军字 红色的字上面 就是这个意思 不能选 不能揪感 对对对 免费的就是有一些限制 就是让你用的心痒痒的 突然觉得那个工具很可怕 好的工具 带你上天 是 就是 什么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要弄哪一个,我记得这个还真还不错 因为它的接收的档案格是种类非常的多 有进去的就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应该也还好 如果你第四台都很花钱,一个月六百块 这个一个月也才多少,两百块就多了 所以应该是会非常值得的 那比起其他工具,比如说那个NOTION 我宁愿这个真的就是让心智成长很快 所以真的要花点净还是要花在刀子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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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你练习一下,然后找一个主题 喊一个新制图,然后贴到我们的第二个作业上面 所以你就会发现,如果有了AI工具之后 我们现在的程度应该是不需要再练那些基本能力 所以我就是尽量大量愿意 就是当你有任何需求,你觉得小朋友哪里学习卡关 但是你要知道我要找什么样的东西 就可以来这边大量的搜索 那如果你不想花钱,我们等一下还有其他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再次请不吝点赞,再次请不吝点赞 更会儿的赞,再次请不吝点赞 然后,那不停就下来,那一场那一场 对,但是起过,这就放在那一场 黑了,黑了一会儿,那你就再看就好 你怎么会拿去那种怨答 你可以去完整就可以了 感谢观看 这个跟刚刚那个是同一个作业 所以加一份就好 那你要解决用一个就好 就是 我第一份作业是那个丑动 你要回去自己看书 自己看影片 自己栽 那个是第一份作业 因为那个需要时间 所以你可以回去再练习 那你也可以利用空档 当然你偷偷旁边用AI 用AI然后再把那个弄进去 我也不管了 那就是有一个 然后第二天是用AI生的 所以你可以用金曼 对 那是选一个就好 第二天的作业是用AI生的 所以你不管是用哪一个AI 来生的 你就帮我解决 记得你贴作业的时候 要写一下名字 写一下名字 然后下面就顾一下 它帮你伸出来东西 你还是要稍微看一下 然后随一点自己的 一个 触解或建议 好 因为这样 不少你看过 那个东西就很重要 如果你伸出来 你用不看 那就不要浪费电 我们 我们台湾的电层宝贵 至少什么时候又风景又跑出来 好 那其他的 其他的新制图的 生图的网站 有空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然后去搜索一下 我们也在这三个 第二个 下一个 现在 要不要再進去 好 那 各位應該都 都有 都沒問題 沒問題我們就繼續一下喔 畫面切換 畫面切換之外 畫眼鏡也要切換 那 剛剛齊政老師提到 就是 這個圖啊 我們免費的人 是不能編輯的 但是你付費板 是可以編輯的 然後還可以做修改 那你的那個 當我們要下載這個圖 的時候 免費版的 你可以按這個分享 分享 那在匯出這邊 這個是網頁分享 直接用聯繫 那 我們一般下載 會需要提建 或者是 Xmine的檔案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去 如果你用Xmine的檔案 那我們有功能Xmine 就可以直接開來修改 所以我這邊直接 匯出Xmine的檔案 它就會丟到那個下載裡面去 那所以我們可以在 金字圖這邊去打開 開啟就擋 然後去找剛剛 下載的這個 你就可以在這邊修改 這邊是可以改的 所以它就可以幫助你加快的這個運作 然後圖片你也可以試試看 比如圖片一定要用剪圖 網上內容就用 所以至少 免費基礎版的 它還可以讓你 這個 下載聯繫的檔案 好 那你在Xmine裡面那個檔案 它掛的連結 是可以直接按承受去滑水點 它就會連過去 就會連到那個原來的引件 在那邊 下一個 等到這個 尖 on 這幾乎 對 通往 有 有 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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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自己去念读也会很快 开玩笑啦 因为他这个都是比较自己念读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去看 比如说 马斯克成为天才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他就是你如果自己去看那个影片你就会发现他这个东西就是比较自灭的然后后来我就一边看又一边在桌球上 所以他的网站就会去看他的网站也有点不太性 一直转圈圈 慢慢跑出来 这个 这个是我真的有去 体系的研究的那个体验 那我发现他写的内容 他的确是真的没有起到我要的部分 比如说 他这几家公司 其实就是为了 他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类 能够永续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所以他会开发了 这个其实是让人被 因为地球未来可能会很变 最少50亿年之后 太阳大爆发 也一定会死 等下就先做了太空手键 然后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离开太阳气 离开地球 然后为了这个部分 特斯拉其实是为了电池做准备 就是电力的部分 然后Nutriolink是人类 这个最近蛮好的 就是他要发展一个晶片 可以直接置入人类 然后人的大脑里面 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记忆 给存到那个晶片上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以变成灵魂可以永生的 因为那个晶片的记忆可以 可以扣出来 或者是再换到别的肉体上面 就会拥有那些记忆 所以以后你不用念书了 那个书就是直接买资料 然后直接Upload进去 你就什么都会了 然后 不过他现在是拿来做什么 就是 他第一个 他已经有真正的人去评录 那个晶片 然后他做这个人本来是残障 因为他下半身就是整齐完结 没办法正确 然后植入这个晶片之后 然后扣那个脑部的电力讯号 然后整成那个晶片 可以控制的讯号之后 他跟电脑可以连通 所以他不用手 也不是用眼球控制 他是直接用心电感应 去遥控那台电脑 他已经都可以在上面 跟人家打游戏跟人家互动 所以 然后现在下一步的实验是 那个让失明的重见尖陆 所以以后眼睛坏掉很没关系 所以你现在骂小孩说 晚上不要熬夜 不要在棉被里面打电动 眼睛会坏掉 不要一直滑手 以后他会跟你说 以后眼睛是可以断的 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残障跟失明的人 现在是有机会 很快的就可以 因为这个 Ninternink的公司很发展 慢慢把这些东西给弄起来 所以人类的器官衰竭 这件事会变成秘密 所以未来会有那种 反正你的肉体 我们人就会变成是一个 以前那个 那个魔鬼电影里面的 那个叫做容器 所以圣经里面的故事会变真的 以后人就是一个容器 那个灵魂就可以在容器里面 自由的切换 自由的来去 然后这是 这是挖那个隧道 那这个隧道其实是因为他们要上火星 而在火星建立层次 所以 所以他在地球上面 变形挖隧道 然后那个快速列车 在地底下这样 那这个是太阳影哲的公司 就是电力的部分 以后上火星大概就是用太阳影哲 然后这个Starlink是星链 就是手机现在是吃基地塔 那他这个是吃卫星 所以吃卫星就达成地球的全面负贷 不会有你去那个沙漠 或去高山深山 不同的状况 对 对也可以用 就是不会因为说 你到那个大楼地下室什么 或者到哪一片森林 到哪个沙漠没有基地台 就收不到信号 就没有这种事 那也是为了将来离开地球 在外星可以收得到信号 然后OpenAI公司就是 人工智能 AI 然后这个是 就是那个打隧道之后高速列车 这也是会来在 新易旅行的一些交通的方式 或者是在那个 外星球之间的交通的方式 那X.com就是以前的 以前的Twitter 他为什么买这一家公司 是因为他很重视 很自由的这一件事 自由包括重要的言论自由 那Twitter之前呢 因为被某些公司把持了之后 有控制一些自由言论的部分 他就心里很不熟 所以他大概是跟我们一样 这种自由软体 有自由软体经验的 他很希望自由这一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了言论自由 他就把持了买下 整个买下 然后在上面 就可以同时高潭扩落 不用被人家宣誓 不会被禁忍 这样子 所以他其实他有 他9家公司 他其实是为了他的终极的影响 就是刚刚那件事 那这里面就没有写出的好 所以有一些细固的东西 各位还是要去自己去看你这些事情去评论 然后因为每个人 他对每一件事的理解你会不一样 这也跟你的心理程式也关心 所以你会看到他的表面 还是看到他的后面的生产的部分 还是直接看到他未来的练剂部分 这个都是要练你的功能 那这个目前AI没有办法取代 我帮你取代 那所以你就 所以从那边开始 我就一直往一直往 你就发现了这些事情 所以跟各位报答一下 那所以刚刚讲那么多种内容里面 比如说 假如我的网站 我想快速了解一下这个网站 就是这个网站所有的内容 所以你像我们 比如说你们各领域 你们教国语的 有没有一些语文的教学领域的文章 有耶 那你可不可以一下就把它总结出来 你就知道 我以后要用到什么方法 这个网站有没有 然后教什么东西 这个网站里面提供 这样 那所以你就可以去 像我们 我自己在烘咖啡豆 可以有那个烘豆子的网站 我就这样整理一下 我就大概知道说 这个网站有什么 我以后要做什么事 可以来这里看 他可以把整个 那这个就是那个网站的知识地图 所以知识地图很重要 当你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知识地图就摆在你前面 你就会知道 原来这个知识的面向就是这样 那我想要这个知识的哪一个部分 你就可以继续再去深入研究 所以各位很可怕 所以你现在还有一点扣道 可以再去网上 那他的网站要开着看他的声音 然后增完之后才会让你再安心 所以你看我们在 所以各位就是 有一个录音档也可以 那文台跟PDF也可以 所以你可以等一下可以去试试看 找一些比如说课章 或者彩后 让你很痛苦的东西把它丢进去 一切就会真相大福 这个部分我们再给各位一点试试看 那我这个缴背板的 它好像 好像几乎没什么限述 你看我一个晚上生了 二三十个档案都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内 就马上生完马上就生另外一种 所以他们能够承受的使用量应该是很大的 那所以当时各位 如果你要申请金字 你又不想付费 你把关键字丢给我 我帮你申告 下载成XMINE的档给你 给你就好了 你找就是你们可以一个团队 找一个人付费 这样懂吗 反正是省钱的方法 就像你家接的无线网路 你就可以跟隔壁人说 你们都不用接 分享我的就好 一个月给我一百档 没有 就他帮你处理 或者是说 或者你去在上面注册的这个帐号 就把帐号秘密 大家一起分享 就好 你就不要用自己的帐号 不要用自己的Google帐号 就另外注册一个秘密 这样就可以大家一起用 不好意思 我们这种 专门教的旁门所教 但是如果你是教小孩 如果你要在学校教小孩 尽量不要教旁门所教 我们这丑话讲在前面 他养成习惯 他以后就是会装卡绿豆冻 五百万一千两百万 你没有这个家底 你不要教他做这些事情 你就知道我家底 没有家底 就不要想那些有什么 所以最好 小朋友从小 所以我自己上电脑课 面对学生的时候 我是不讲什么 换帐号申请 什么用那个什么身份证 生成网站 生成不同的身份证去注册 新的电脑证 我是不讲这个的 这个对学生是不能讲 因为那个是不道德的事情 虽然说你会省钱 但是对那个作者来讲 你用我的东西都不不钱 这样很难真诚 大家都不好做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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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们测试阶段是还OK 那你用的好 就真的要去买 那只是说你买了之后 你两三个人一起用 那这只是为了省钱 也都存了你存了 不得已 如果你是国外 国外是法理情兼兼兼法 台湾是情理法 所以大概不太会有人找你麻烦 除非你肃静太多 或者你太量 别人会很讨厌你 你只要有任何问题 他就找你麻烦 不然的话你跟你老婆两个一起用一个帐号谁领你 你家地市台接到两台店铺谁会管你 现在Netflix就会追踪你的帐号跟地区 就也好啦就是慢慢纠正大家的道德法律关密 所以以后我们 就是变成说以后如果你没时间读书 然后你又有一些蛮需要知道的一些观念 就可以直接这样快速的认识 然后或者是说现在很多心经的知识内容 很多心的关键是你根本没时间去把它搞清楚 那你就用这种方式可以最快得到 至少是一个很粗浅的认识 那你再决定说根据你的需求 你的这个事业 你要不要去经济那个部份 真的决定要做的话 还是要令你再出点工作 这个线上的老师问 Netflix可以将我们的电脑档案的资料 变成新制图吗 那刚刚你可以看到那个里面 里面它有那个文件的部分跟长文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是电子档 你就把电子档打开 把里面的文字全部复制起来贴到这里 贴在长文这边 那如果你是那个握着啦 PDF就选这个选项 那这个都是可以用的 那如果你是影片呢 这边没有直接读影片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它挂到YouTube 但是它必须要有字幕 如果没有字幕的 我们等一下会见到另外一个东西 你就要透过一点转换 就是你要上了CC字幕之后 它这边才会帮你做那个分析 没有我现在回答 我现在在回答网络册的问题 对 那或者是说如果它是一个影片 你可以直接把它转成声音档 MP3 这边有那个声音的分析 所以MP3是可以的 或者透过其他的比如说 它把影片的声音把它直接塞成名字 那你再贴进这个文件去 所以说有时候需要做一点转换 你这是回答电上很好吃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